來繼續來看這個 劉奇斯有夠陷阱 沒在怕半人 他是把機車騎進來 中華的高速公路上 驚風出動到四台的警車跟爆炒 他是由警車跟警車的浪篷軟過 甚至又把腳趕出來撞警車 然後換過三個車就走一趟 就這樣走四十公里逢 由中華來到台中 這邊另外兩個環境把車都封起來 騎機子這樣飛 叫他就停車 他也是照常把衝過去 根本就沒有把警察放在我們來 所以說警察車也不直接把爆炒 是一前一後一台倒霉一台車 慢慢挖緊他北去路邊 完全要他停車 但是這個車如果沒有停 又做更危險的動作 危險 真的危險 這棄警察車子 這棄警察好像停警車車一夜之後 直接為路徑騎進來車道 軟入車燈裡面 警察抓沒人 好了這棄警察 近鄉騎中 國土進入台中 台中國土的環境接到資源的通知 防備車道兩環境路車 嚇人家要他停下來 不過他一樣不停 直接衝過去 這棄警察有很多人錄到警方調查 這個路徑騎輸 只是因為報道交流道 騎到高速公路 後來警察車保衛之後 由翁田交流道下高速公路 後來他又騎到路南車道 正向騎到台中的態度 警方沒抓到人 現在只能用車牌和馬找車主 通知已告案隨便 以後這個外面 剛才騎車上到高速公路 要比發三千至六千塊以外 危險加速也要發六千到兩萬四 加上去既然早上 最不要發一萬九千塊 可行 這次堆 照片 也好 此次堆